送你 我已经有阿宝的下落了 阿宝 江湖上第一杀手组织 蒼蜓堡二当家可杀神 他已经派人来跟我讲了 说发现阿宝在绝蝉寺躲藏 那很好 你派人抓他了吗 这件事没有人可办成 我必须亲自出马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个人跟阿宝在一起 这个人武功十分高强 像当年他号称万恶低头 一手狂风落叶掌 打遍了大江南北无敌手 那人是谁 百里去恶 百里去恶 有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没听过他的名字 说来也巧 那一年百里去恶凭他一人 连把我海沙宫三堂六门十二分多 直杀到我海沙宫第一线瞧见 跟我激战了三天三夜 彼此伤众才离去 要不然 我早就跟关玉天平起平坐 还用得着像今天这么辛苦 优优优独播剧场 师主有话要问我 我也知道 我爹生前跟大师是旧好 不知道他死前来找过大师没有 没有 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想不通就不要去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爹死在绝蝉四下 难道只是巧合吗 大师 我曾经想过许多的答案 我甚至想到 这里曾经为了千灵七谱 而发生过一场大战 但是这些都只是我凭空想象的 我还是那句话多想无意 大师 我爹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吧 过去的事就算你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今后能不能平安才是你最该注意的 大师此言什么意思 我先问你 虽说你杀了关羽天 你自认为以你的武功 比关羽天如何 这是侥幸 你贺怜罢呢 当然不如 比你的结拜兄弟任千贤 这些人皆是他的属下 他们个个都想要你的命 你不知如何自保 却总想着过去的事 我知道 你凭着令尊留下的一本剑谱 背地里一个人埋头苦练 这武功不由人 却也怪不得你 本来飞燕剑法无双 只可惜不得良师传授 也只有事半功倍而已 对了 大师 您跟先父熟悉 您应该知道 此剑法的奥妙之处吧 不知 果然内力平平 你只练剑招 不练剑气 面对高手 又若儿戏 如此破绽百出 冤能治敌 大师 那应该如何练剑气 你跟我念七天经 我自会教你 念经 可为什么要念经呢 不能去得心头之恶 又怎能修得绝世内功 这也是为你好 好 大师 七天之内 我跟你持斩念佛 七天 也不知来不来得及 大师说什么 大师 你心里是不是在想 我答应教你练剑气 可为什么 总让你蹲马步是吧 我明白地告诉你 调水桶蹲马步 是练不了剑气 可要练剑气 你必须明白 蹲了这几天 你都看到了什么 大师 同样一句话 这几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从前有个叫红衣禅师的人 凡是遇到有人 向他请示佛法禅学 他便伸出一根指头 有求者便都能从中有所领悟 从此红衣一直天下闻名 仓风 我问你 他们看到了什么 你 你又看到了什么 义既是心 大师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很好 我们可以练剑气了 封风 在七天 您能有如此进步 是超出我所预想 只是这天意四象诀 非一朝一夕所练成 你千万切记 这天意四相觉的根基在于一之禅 见招射入无相之时 方德功德圆满 大师的大恩大德 苍凤莫尺难忘 大恩大德 其实教你武功非我所愿 要不是事态危急 我也不会违背你爹 再三留下的遗言 大师 你快告诉我 我爹是怎么死的 你爹把千灵七谱交给我后 却被人追杀 至此他也不肯说出千灵七谱在我这 而我却来不及救他 可以说你爹是为我而死 他唯一的遗言 就是让我保管好千灵七谱 并且好好保护你们母子 不让你再涉入江湖 我爹是被谁杀的 不知道也没见到 现在最大的嫌疑 应该是关于天 如果真是他就好了 我也算报了仇了 怕是怕 还另有其人 大师 千灵七谱真的在你手上吗 苍凤 你还惦记着千灵七谱的事 这个不祥之物 我看你死心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里交给我吧 你们去找阿宝 请问师主何人 至尊盟 人千行 至尊盟 要是关于天还活着的话 恐怕也不敢在佛门圣地开杀戒 师主 还是回去吧 是吗 先问我手中的长剑再说 是你 这十几年来 你也躲够了吧 把东西交出来 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明人不说暗话 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吧 我已经把它烧了 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吧 什么 千灵七谱被你烧了 我于十八年前就已顿入空门 千辛礼佛不问世事 还要这七谱何用 百里去恶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快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 我就要你去见佛祖 藏风 大师 好啊 上次算你命大 这次竟然还敢来送死 藏风 你还记得天意四相诀吗 我进 入海无量 攻得海 天意四相诀 他怎么也会天意四相诀 这是什么功夫 天意四相诀 天意四相诀 封神诺 封神诺 走 走 大师 大师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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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啊 父母 我来的 你快走 藏风呢 他就对付敌人 很快就回来了 哦 你们谁都别想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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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们 半玉儿 这是藏风的娘 你敢动手吗 哦 燕伯母 管他是谁啊 只要阻碍到我们 格杀勿论 燕伯母 我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们放了阿宝 我不会为难他的 休想抓阿宝 你要杀阿宝 先问我手上的剑 自不量力 就凭你 也想打不过我们 哼 打不过也得打 我绝不会让你们 去伤害他们的 你们何苦为了一个外人 做我为的牺牲呢 阿宝不是外人 你们才是外人呢 玉儿 这可是你建功的好机会 或者 你要姐姐我代劳 也是可以的 不劳世界动手 不劳世界 我们不渴 有何不渴 宝宝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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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儿 你怎么杀我娘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快走 走 娘 娘 娘 才是王女託夫 三千辈 求求你 救救我娘啊 你先起来 不 你不救我娘 我就不起来 起来 我会想办法的 是啊 老头子 你不是老自豪的说 只要病人没有过奈何桥 你就可以把他救回来 现在正是用得着你的时候 你不救我娘 你怎么能束手无策呢 这一件伤疾五脏 失险过多 望无息 闻无声 问无声 切无生机 你救我怎么救 怎么救我 老头子 师父生前给你传下的东西 现在 把东西拿过来 你这样用啊 你不是说过 我是大夫 就要有医德 你救人就是我的天职吗 这蓄密三贤针 得来不易啊 得来不易啊 每根针都能救活一条人命 却要自损兽十年 曹夫 我不能保证 他能不能救活你娘 但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谢谢三千辈 好 好 娘 娘 您醒了 凤儿 娘 您醒过来了 凤儿 父母 您感觉怎么样啊 我以为我死了 我正在找你爹 没想到 我们还能见面 娘 是孩儿不孝 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娘 我答应你 从此以后我们隐居山林 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那依依呢 依依当然也会照顾伯母的 不 我是在问凤儿 上次我要你跟依依玩婚的事 你愿意吗 上天垂怜 让你有机会跟娘说说话 可你就是不听娘的话 还贪什么孝顺呢 如果你愿意跟依依玩婚 就是了却了娘的一桩心事 对你爹也好有个交代呀 伯母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藏风 凤儿 你就是不愿意 了却娘的最后一桩心愿吗 娘 只要你高兴 我怎么样都愿意 那就好 那就好 来 来 可惜 我等不到你们 完婚的日子